上千隻的樂帶魚及烘魚 緩緩的在超巨大水族鄉中漫遊 而隨著現場音樂的播放 原本各自游動的樂帶魚 也跟著音樂排列成各種不同的形狀 這一連串的表演不僅讓民眾排個不停 同時也讓觀眾直呼表演非常精彩 入口處的那個吧 大型的水族造景 很多平常不會容易看見的 就是鯊魚啊 然後烘啊那些 就是覺得一進來的印象會很強烈 看到很多的魚啊 有烘魚又有鯊魚 然後就覺得很多的珊瑚 很多海生生物可以看 覺得還滿好玩的 然後這邊的地板也很特別啊 還有很多的魚的影像可以看 小朋友來一定會很開心 全台最大的水族館 為了讓民眾在參觀的同時 能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因此也利用各式音效 結合氣味與濕度 並將特色燈光投影在地面上 要藉由引進最新科技 顛覆民眾對水族館的想像 それは圧倒的没入感 就是壓倒性的沉浸感 最先端的技術 促使して再現した リアルパラレルアクアリウム 並且結合這個先端的科技 而成的一個現實平行世界 お客様は五感で その体験をここで味わえます 所以是一個大家可以使用五感 而體驗的一個演出空間 民眾來到水族館不僅可以 液染不同種類的海洋生物 及兩棲爬蟲類 同時水族館也透過規劃 熱帶 寒帶以及電子互動等區域 要讓民眾從熱帶海域 一路玩到深海世界 藉此要帶給民眾全新的感官體驗 我覺得還不錯喔 這個造景啊真的很像在森林雨頭 而且它的音效也非常好 我覺得這也真的超棒的 你進來除了聽到雨聲還有打雷 然後它設計的很貼心 就它連地板上都有些倒影 還有水滴還有小青蛙 我覺得如果帶小孩玩的話真的很棒 這邊的那個光影什麼做的都還滿有感覺的 其他地方好像沒有這種 這種就是投影之類的 桃園市政府透過向知名企業招商 將全台最大的水族館設立在青浦高鐵站旁 不僅要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同時便利的交通結合水族館及周邊商場 市府也期望要藉此全力提升桃園的經濟發展 記者王中均談不到